前方計程車上 竟然有一名小女孩 在行徑中 探出身體 屁股坐在車窗 人就趴在車頂上 正在寫作業 危險畫面 不僅讓後方駕駛驚嘆 也直呼實在太危險 畫面流出後 卻讓這名小女孩的爸爸 同時也是計程車司機 刀大煤 小女孩這一趴 不只讓自己陷於危險當中 也讓爸爸工作飯碗不保 營業執照被吊銷 永遠都沒辦法再開計程車 而浙江這名老爺爺 則是用雨傘攔工車 卻慘遭公車輾過 家屬控訴 司機故意不在老人家 害他摔倒在地被車臉 公車駕駛則是否認 堅稱沒看到 雙方各說各話 駕駛暫時被停止 而目前整起案件 都還在調查當中 記者張惠霖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